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讲讲我们与佛的距离 人人都希望跳脱轮回,前往佛界或是天堂 不要一直在这个世间大吊重练,能够成佛 那么我们离佛到底有多远? 要修行多少才能够圆满?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跟赞的按钮 还有小铃铛哦 这样下次老师更新视频的时候 或者新的预示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这个话题啊 老师一直想要安排在直播中 跟大家来一起探讨 但是总是因为时间以及设备的问题 导致这个话题一直不断的被延后 为了避免大家的久后 所以老师决定把这一篇,入进了我们的单元视频中 这样比较能够长期且完整的,让大家能够互相学习 什么是否?目前我们所知道佛教的原本就是来自于印度或是尼泊尔的靖范王之子 也就是他的王位继承人西达多太子 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四尊释迦摩尼 关于四尊的生平啊 有很多的传说 例如他出生的时候就上指天下指地 说到天上天下为我独尊 或是具有天野的伯罗门来预言说 哎呀!这个西达多太子啊! 他如果继承王位,就是天下之王 如果出家,就是变成万民之父 更有传说,世尊他能够飞天 能够喝了毒药,还不会死得金刚不坏之身 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有流传的下来 这让老师想到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中华民族有一本史记 里面记载着汉高祖刘邦的出生是什么呢? 他里面记载着 高祖配风一中,杨礼人,姓流氏,自祭 赴月太公,母月流运 齐先流运长袭大折之波,梦与神域 事时雷电毁明,太公往事 则见交融于其上,已有而生 睡惨高祖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刘邦他娘,在野外睡觉的时候 跟神龙交配,然后怀孕,生下刘邦 所以刘邦是谁?真龙天子 这些传说啊,其实都是后人加上去的 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彰显成功人士的殊胜 而做出来的传说 就像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 做生意的,你能不提到马云说吗? 任何圣人,在出生的时候 都跟你我一样 需要父母的保护 需要被喂养 需要一步一步的学走路 还有一句一句的学假话 或许每个人的进度,有快有慢 但终究,大家都是人类 如果真要传说所言 这些圣人出生的时候 都是霞光万丈,锐气千条 那么不用等他们成就 就已经被当地的百姓 牢牢供奉在神庙子面了 其他的,你都什么都不用做了 不是吗? 所以,世尊的佛法里面 就是强调一个 众生皆可成佛 为什么? 因为世尊他是佛 他也是万物中的一人 众生也是万物中 自然大家都可以成佛 因为大家都是人 所以,成佛很需要很尊贵的出生吗? 需要很殊胜的修行吗? 不,世尊的佛法 教义很明确 就是中道 那么中道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经典都曾经论述过 但是基本上 他以泛语的意思 就是属于最中间的道路 或是不偏不倚的道路 这也与我们中华民族至圣先师 孔夫子所谈到的中庸之道 也是不抹而合的 这个中道啊 老师用最单纯的方式来说明的话 就是所谓的 思想的坚毅与正确 也就是怀抱的什么呢? 不以误喜 不以己悲 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人生的道路 而这样的道路 也是人可以获得心灵最高自由度的活络了 这里啊 老师想到一个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来到了乡下度假 出来闲晃的时候 看到路边有一个农夫 就跟他聊几天来 聊着聊着 他就熟了 熟了之后 他跟农夫抱怨起 哎呀 他在商场的什么险恶啊 哎呦 创业多艰辛 要面对银行冲银根啊 发心日头疼啊 哎呀 真是痛苦 那农夫就问他说 啊 你这么辛苦 做那么辛苦 你有没有打算要退休呢 企业家就跟他说 嗯 有 当我觉得钱准备够的时候 我就要回到乡下 买快递 种个菜 哦 有空的时候 泡壶茶 跟邻居聊聊天 就是他最美好的退休生活了 这类的故事啊 各位一定多少的听说过 所以也知道 这企业家的梦想 就是农夫他的日常 问题是农夫没有开公司 没有经历商场的险恶 不需要面对银行的抽银根 也不用日月担心发心日的到来 更不用担心对手出奥部 他只要守了那几块不值钱的农地 就可以种菜喝茶聊天 陈佛也是一样 很多人提倡 需要严格的外在戒律 来断掉七情六欲 来根除世间的一切 并且奉献你的所有一切 更必须要日夜的念经念佛 这样才能够殊胜 才能够有一天功德圆满 才能够成佛 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 就是根据历史记载 世尊 也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他在成佛前 曾经在一个叫做苦行灵的地方 苦行的六年 需要受了很煎熬的生活 忍受了饥饿 最终他真的是饿到了昏倒 刚好有路人甲 给他一点牛奶喝 才活下来了 不然后世中只会流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宗教狂热太子 饿死在树林中 而不会有一个殊胜的释迦牟尼佛 对不对呢 世尊醒来后 他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痛苦啊 是没有办法带来解脱与成就的 此时才是我们世尊 他顿武的起点 之前的老师有些节目 有人回馈说 诶,念经怎么会痛苦呢 每天念几个小时经 应该是念 越念越快乐 越念越欢喜 越念越有智慧 越念越轻松 怎么会有人越念越痛苦呢 哎呀 你这个老师乱讲话 你这个有业障 你这样子不行啊 你要劝人念经啊 你这个没有正觉的人 这样不行 没有错 就像什么呢 有人念书很快乐 就像老师 哦 国中高中的时候 看古文官子 觉得很有趣 让课外读物来看 老师的姐姐 一翻开这种古文 脑袋就快爆炸 为什么 因为他是理工科的 所以说 一件事情 有人喜欢 就会有人不喜欢 有人可以念经成佛 念佛正绝 但是不代表不念经 不念佛 就不能成佛 也从来没有规定 你这辈子要累积多少的积分 才能够换得成佛的门票 那老师讲这么多 成佛 到底是什么 其实有很多事情 我们不用想太复杂 佛 就是一种思想 一种心态 不知 而是一个人 救难 是否 悲天闽人 是否 安居乐业 是否 积极进取 是否 不思救苦 也是否 所以修型佛法 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明心见性 有一句佛教故事的话,说得很好 佛说掏杀,死见金 这句话说什么呢?什么是杀? 杀就是生活,是万物,是天地 那金是什么?金就是你自我 而到底是谁掏那个杀呢? 各位觉得呢? 掏着杀的人,也是我 诶,怎么会有两个我? 因为只有自我,才能找到自我 所以我们需要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能够观自在 只有能观自后,而能够自在 自在后,就可以达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的境界 那也就是我们道家里面说的 珍藏应物,珍藏德性 藏阴藏静,藏清静矣 也如同我们孔夫子所言的 随心所欲,而不欲举 所以佛法是什么呢? 佛法就是世间法 什么是世间法? 世间法就是你现在的生活 人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推移 已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 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改变 对于佛法 我们应该一字不漏 遵循着流转千年的经典法 还是应该萃取出佛的智慧 而让佛法能够让现代的人 也能够更加的逍遥自在呢? 所以世尊于《金刚经》里面有说过 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同时也讲到 法应丧舍 何况非法 不也是表示着 世尊要我们学习 是学习世尊的精神 世尊的思想 而不是拘泥在惩罚上吗? 或许我们与佛的距离 不在万卷经书上 不在送万身佛号上 更不在拜今生佛像上 而是在于 我们能够是否真的理解佛的智慧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下方由我们的2020年流年解析 以及老师推荐的各项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 老朋友回顾 若您愿意赞助本频道 下方也有赞助的方式 若您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 这里有老师的微信号 你可以与老师联系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